三個月大的男一發高燒 經過急診就醫住建的專責隔離病房 家長控訴住院過程很辛苦 因為一開始到另外一間醫院掛急診 醫師認為不需要住院 而如果要住 醫院的隔離病房大人小孩 通通在一起廁所就醫間 全部的人一起用 他記得PO文是要共存什麼 要跟棺材共存嗎 根據家長描述 男一六月一號發燒 送到屏東這間醫院掛急診 等了兩三個小時 院放以全部的人在一起沒空調 他決定回家 但孩子又再度發燒 只好打電話叫救護車 透過認識的朋友轉到另外一間醫院 因為孩子確診 也立刻住進專責的隔離病房 有感等待過程很辛苦 希望小朋友可以優先 優先處理 院方拍影片解釋 醫院的隔離病房其實是有分流 媽媽照顧孩子是在一起 並不會跟其他家長同住 而三個月大的男一送過來時 有發燒 但確診情況不明顯 經過平步不需要住院 雙方溝通或許有誤解 只是媽媽認為孩子發燒 情況危機 希望能入住隔離病床 為人母擔心孩子心情 也希望院方能夠將心比心 賽西亞洲豬集機 同學說周平的報導 Garby �� 贵 貶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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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